塞尔达传说王国之类 今天5月5号可以开始预载了 5月12号正式解锁开玩 估计卡带得等到这一个月底才能到手 我买的是日版 从日服用任亏券买的 大概200多块钱 这个游戏的容量有点大 大概是16GB 我们看一下它的下载速度 我现在用的是北京联通1000兆的光纤 这个灰色的正在转圈的 这个就是塞尔达王国之类 我先不下载 先测一下当前网络的速度 进入设置互联网 右侧有一个连接测试 这个和PS那个很像 NAT类型是B 下载速度是1.9Mbps 上传速度是3.3Mbps 看上去还不错 但是这1.9Mbps的小水管 去拉16GB的游戏 也是很漫长的 如果想提高游戏的下载速度 可以连个加速器 我用的是信油加速器 它有一个王国之类下载专用 它这里边有连接教程 这个方法不用信油加速盒子 直接用手机当热点 就可以下载了 Switch连接的是 手机加速热点 现在我们再测试一下 第一次测试 下载25.3 上传10.2 第二轮测试结果 下载27.1 上传10.4 下面我们看一下 信油加速盒子的 加速效果 看看它下载速度怎么样 具体步骤就不讲了 先把这个盒子点绿 在信油的APP里 有一个Switch通用加速 加速区服可以选自动 我选择的是日本 下面连接的是Switch 在用Switch连接盒子的时候 这个盒子它有两个WiFi 一个信号是带5G的 一个不带5G 带5G的肯定效果更好一些 第一轮测试 这个是信油盒子 0135带5G的 这个好快 这个怎么是91兆呢 下载32兆 不行 再来一遍 这个NAT类型是A 我去99兆 36.8兆 不行 我再来一遍 我去105 33.8 好 先让它慢慢下 12 12号我们再玩 再见